儿子 你媳妇太狠心了 你爸生病 我想借五千块钱 他不借 大晚上的把我赶出来 让我去住宾馆 妈 你说什么 他怎么敢这样对你 这个媳妇我不要了 我要和她离婚 第二天 儿子找到了丈母娘 妈 你女儿既然这样对我妈 我要和她离婚 女婿到底怎么了 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婚 我女儿也没和我说你们闹别扭了 妈 我真心对待小华一心想把日子过好 可是小华实在太过分了 你也知道 我和小华结婚以来 我把每个月的工资都给她 我把挣的钱全都给她花了 就是因为我选择了她 我想让她过上她想要的日子 她说她不想上班 那就不用上班 然后我就拼命地赚钱 让她过上好日子 我一个月工资两万五千 每个月一分不少的 全都给她 她说她不想干家务 没关系我来做 你干你自己想干的事就行 只要她快乐 她说她不喜欢抽烟喝酒的男人 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抽烟喝酒 她说她不想要孩子 没关系 那你就享受现在的生活 我也不会抢求 她说她不想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说是没有自己的空间 那我就让我妈住在老家农村 不让他们来打扰她 可是昨天下午天已经黑了 我还在加班 没回家 我妈来到了我家 说是我爸住院了 要借五千块钱 小华死活不借 不借就算了 竟然把我妈撵了出去 当时天已经黑了 回去的车也没有了 我妈本来想着再住一晚 第二天再走 可是万万没想到小华会这样对她 这房子是我父母买的 我妈现在连来我家住的一晚的 权力都没有 小华把我妈的年走之后 竟然还想瞒着我 今天要不是我妈给我打个电话 要不然这件事我都不知道 我妈接了我的电话 一边骂一边哭 说是到了儿子家 竟然被撵了出来 连饭也没吃上 晚上回去的车也没有了 她一个农村老太太来到城里 人生地不熟的 实在没办法 就在桥洞睡了一晚上 我第一次见到我妈这么伤心 我当时心里又气愤又难过 那种感觉无法形容 女婿 你爸的病情现在怎么样了 我给你转五万块钱 赶紧给你爸看病 小华真的太不像话了 我一定会收拾他 我爸现在没事了 我预知了两个月的工资 已经给我妈了 我爸妈所有的钱 全都给我们买了房 买了车 为我结婚给了彩礼 我刚工作不久 也没有太多的积蓄 没有我父母的帮助 我怎么可能结婚 都说点儿防老 可是我妈到了我家 一口水没喝 一口饭没吃 竟然还被撵了出来 我妈到我家说的是借钱 而不是要钱 等粮食下来之后卖了 钱马上就还给她 我的工资卡就在她那 工资卡里面是有钱的 可她就是不见 这件事小华真是过分 虽然我是她妈 但这件事 我承认小华做的不对 妈 小华这样对我的母亲 我和她离婚不过分吧 要不是看在你 和我岳父对我像亲儿子一样 我就不会先和你说 早就起诉离婚了 现在我都不知道 该如何面对我的父母 我和小华结婚以来 只要在我的经济能力范围之内 她想要什么 我都同意 她买一套化妆品要一万多 买件大衣要两万 就是夏天的T恤 都要一千多 我挣钱就是给她花的 因为她嫁给了我 我就有责任 让她过上她想要的日子 但我真的没想到 我妈借五千块钱 她都不借 我对她再好再付出 又有什么意义 女婿真的对不起 是我没有教育好她 做出这么丢人的事情 你不要生气了 晚上等她回家 我就问她 到底是怎么回事 让她给你一个交代 晚上 女儿回到家 小华 你干嘛去了 妈 我和朋友在外面玩去了 你有什么事吗 你每天就知道完吗 我问你 昨天小凡她妈 去你家了是吗 是的 她妈是来我家了 她妈向你借五千块钱 你没借 这是不是真的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不过我没借她 我把她撵出去了 你竟然还敢把她撵出去 你知道 她妈借钱是为了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 说是她爸生病要住院 她说的那些跟我没关系 我也不爱听 女儿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你嫁给了小凡 就是她爸妈的儿媳妇 作为儿媳妇 孝顺你的公婆 是天经地义的 你既然知道她爸生病了 为什么还不借钱给她妈 我为什么要借给她 难道是想让她当家做主吗 我可不想过那种 看婆婆脸色的日子 更不想以后和她爸妈在一起 对她们百依百顺 如果我这次敢借给她五千 明天她就敢借两万 后天她就敢借十万 我可不想开这个口 女儿 孝顺公婆 不是让你委屈求全 也不是让你每天受气 更不是让你百依百顺 而是你要发自内心地 把她们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 去照顾她们 小凡她妈只是借钱 就是要钱你也要给 不就是五千块钱吗 到哪里都能借到 为什么要跑到我这来 我一看她就烦一个乡下的徒劳帽 张口就借钱 真是让我恶心 小华 我问你 你们现在住的房子 到底是谁买的 你们开的车是谁买的 是不是她爸妈拿出所有的积蓄 给你们买的这个婚房 你小的时候 我经常教育你 做人要懂得感恩 可是你做到了吗 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你上学的时候 老师就是这样教你看待长辈的吗 小凡她妈对你到底怎么样 不用我说了吧 对待亲生女儿也不过如此吧 妈 我看到她心里就不舒服 这你也不能怪我 那我问你 你婆婆到你家已经是晚上了 你为什么把她撵了出去 不留她住一宿 你看她穿得破破烂烂 我不可能 让她住在我家 把我的床单被罩全都弄脏了 她要是真住一晚 这些床单被罩我就得扔了 你婆婆 我又不是没见过这个人 非常爱干净 只是她有一个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我就想不通 五千块钱就在你的卡里 你为什么不借 我就是不想借 她的那些工资 我都不够花 还想让我把钱借出去做梦 现在家里 就是我说了算 工资卡都在我这儿 她所有的都要听我的 我才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 女儿 你怎么变得让妈妈不敢相信 真的是你 你真的以为拿了她的工资卡 就能拴住她这个人吗 我现在就实话告诉你 小凡这次已经不打算和你过了 她对你好 把你宠上天 但是她是一个有原则有底线的人 她的父母就是她的原则和底线 你现在已经越过了这条线 如果小凡真的和你离婚 从此以后你也不要再回这个家 我不想看到你 妈内心感到惭愧 妈 你想多了 小凡永远都不会和我离婚的 这一点我特别自信 我不明白你的自信来自于哪里 就小凡那个样子 我根本不可能看上她 要不是你不断地撮合 我怎么会和她在一起 追我的人那么多 从咱家都能排到法国 她又不是不知道 并且你还拿着她的彩礼 工资卡又在我这里 她要是离婚 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你就想怎么闹怎么闹 你以为没人能管得了你了是吗 我现在明确告诉你 如果你们离婚了 彩礼我会全部退给小凡 妈 你怎么胳膊肘往外管 我可是你的亲女儿 你应该向着我才对 如果你现在还不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我劝你尽快放手 不要耽误人家 小凡品行端正为人善良 当初我是非常赞同你们在一起的 但是我没想到你变成这样子了 我对不起小凡 妈 你不要管我们的事情了 你们那一套现在已经过时了 就不要拿来教育我了 我现在家里不像土皇帝 我对小凡是呼之则来挥之则去 我说什么他都要听 我每天出去玩照样有钱花 小凡一句话也不敢说 我现在还觉得他挣得上 他的工资已经不够我花了 我就经常挑他毛病 让他更加努力挣钱 我每天给他找点事 他就没时间找我的事了 你看我们现在没有一点矛盾 就是因为我的方法用得好 就在这时小凡打来了电话 小华 我要和你离婚 我已经受不了你的行为了 你长本事了是吗 竟然敢跟我说离婚 有多少人在我后面排着长队 你不知道吗 而我却选择了你 你难道不懂得珍惜吗 我现在不想和你说这些 赶紧签字 如果你不签字 我就起诉你离婚 就是因为不借给你妈钱 你就要和我离婚吗 如果你因为这个真想离婚 那就离吧 工资卡我是不会给你的 我把你的东西会 全部扔到楼道里 你赶紧滚出去 这个房子是我父母买的 要走也是你走 那张工资卡就留给你做纪念吧 我已经去银行挂尸了 重新办了一张 那张卡现在是废卡 彩礼我也不要 就当孝顺你父母了 因为他们对我真的特别好 你以前不是说爱我吗 不是要和我白头到老吗 这些都是你随口说的吗 都是假的吗 以前说的全都是真的 但是现在真的爱不起了 我现在的目的就是要和你离婚 离婚就离婚 我反正无所谓 但是你也不想想 我爸妈对你那么好 一直把你当亲儿子对待 你要是和我离婚 他们会有多伤心啊 你觉得你对得起他们吗 小凡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 大家给他出个主意吗